这个男人正带着儿子在湖面上溜冰 然而只牛脸的功夫 儿子不见了 男人的心狠狠一沉 朝着远处的冰冻跑去 他以重重的拳头 拼命地垂起着冰面 鲜血早已染红血白的湖面 男人阿里曾是一名风光无限的搏击手 受伤后退赛 导致阿里一天天穷困潦倒 妻子离婚走了 只留下阿里和一个年幼的儿子山姆 两人有时为了一口食物要上街去抢 无奈之下 阿里只好带着儿子 来投奔远家的亲姐姐 然而姐姐家并不富有 姐夫连招待他们都吃的是过期的食物 事实上 他们也常从超市拿回来一些过期的食物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接待了阿里父子 暂时安顿了下来以后 阿里便在镇上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由于身材魁梧 铁形健说 这个工作他很快就上手了 每天专门收拾那些混乱姿势的人 然而上班的第一天 阿里便在暴乱中救下一名客人 只从裸露的双腿看出是名女客人 女人满脸是血 头发毛躁混乱 阿里将受伤的芬妮送回家 一路上 阿里都在悄悄打亮眼前的女人 从穿着上看 芬妮的确像一个风尘女子 阿里误会了 言语有些轻挑 惹得芬妮十分不悦 念着阿里毕竟为了救芬妮 打架胳膊都中了 便不再计较 然而芬妮不仅有个健瘦的男友 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虎精训练师 阿里误会了芬妮 急忙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 忘掉昨晚的一切 芬妮进入工作状态 工作时的芬妮浑身充满了魅力 她干练又有力量 小虎精在她的指导下做着各式各样的表演 惹得台下观众连连尖叫 芬妮热爱自己的工作 也一直以工作为傲 不料一只虎精突然发疯 四处冲撞 不仅毁了表演台 还将芬妮整个拖进水里 一瞬间鲜血浸染了泳池 芬妮遇难 待芬妮醒来时 她的膝盖以下已经彻底空了 一场事故让她失去了双腿 芬妮从床上掉下来 久久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 从此 那个站在海洋馆指挥台上 被万众瞩目的芬妮 再也不复存在 芬妮根本不愿面对没有双腿的事件 事发后 男友便再也没有出现 芬妮只是每天都在沉睡中度过 昏昏噩噩 整个人越来越黯淡憔悴 而阿里依旧在酒吧当保安 她白天还要照顾孩子 阿里脾气暴躁 经常把山姆凶道哭 必须姐姐出面才能制止 一有时间就泡在拳馆里打拳 多次忘记到幼儿园接山姆放学 阿里并不是个好父亲 只有威严 更像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 可怜的山姆 即便爸爸没有来接她 她也不敢哭闹 一直乖乖地在幼儿园里等待着 只有看见阿里的时候 她的眼里才泛出一丝光芒 因为山姆已经被妈妈抛弃 害怕又被爸爸抛弃 小小的山姆整日活在担心被抛弃的恐惧中 这天阿里正值夜班 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是芬妮打来了 其实阿里曾在新闻上看过芬妮的新闻 却一直没有勇气联系芬妮 想必芬妮也是有太多想要倾诉的心情 却不便与熟悉的人分享 于是她想到了阿里 阿里看到眼前的芬妮大为震惊 和他们第一次相遇时迥然不同 房间幽暗又散发着一股怪味 于是阿里打算带芬妮出门 芬妮十分抗拒出门 却敌不过阿里的强硬 芬妮只好出门了 然而阿里走得很快 芬妮就在后面拨动着轮椅紧跟着 芬妮看着地上阿里的双腿 那修长的倒影 不由得心中一酸 阿里竟从头到尾都不把芬妮当残疾人 阿里还邀请芬妮下水游泳 这些事情芬妮出事后连想都没有想过 芬妮犹豫了 阿里却猛扎进水里游了起来 芬妮就在岸边看着 她的心情好了许多 自己也想试一试 如今的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事 不如挑战一下 于是阿里将她抱起放进水里 虽然没有了双腿 但肌肉还是有记忆的 芬妮在水中自由地游泳 她似乎生来就属于海底 只有水才能带给她真正的治愈 这是出事以来最畅快的一天 待芬妮游泪了 阿里才将芬妮从水中背回岸上 纵然沙滩上无数双异样的眼睛看着 但那又何妨 只管做好自己就好 芬妮开始尝试面对 不仅面对刺眼的阳光 更是要面对人们灼热的目光 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而阿里就是带给芬妮勇气的人 阿里其实也和芬妮有着相同的境遇 曾经的她也是意气风发的拳手 无奈受了伤 虽然生活还能自理 但再也无法进入专业赛 一个生来就是拳手的男人 却突然不能搏击 这对她的打击格外巨大 她的人生轨迹也彻底改变了 因此阿里并没有因为芬妮失去了双腿而离开她 反而因为芬妮失去双腿才要跟她做朋友 这天同事们都在围着屏幕看搏击比赛 阿里却默默地去了外边 那正是她内心的一丝伤痛 然而一个打黑拳的教练 博利却看中了阿里 邀请她打地下赛 这种比赛就是无论胜利与否 都能够拿到不少的钱 但比赛危险系数很高 丧命也说不定 阿里答应了 为了准备比赛 她每天待在房间里看拳击赛 连山姆也顾不得 然而这天 姐姐将家里的狗送走了 山姆看见崩溃大哭 因为山姆已经给小狗狗有了感情 阿里不分青红皂白 对着山姆就是一顿臭骂 于是山姆哭得更凶 姐姐急忙斥责走了阿里 当阿里看着哭泣的山姆 又看着姐姐温柔地哄孩子 有那么一瞬间 阿里有些失落 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被叫做父亲 阿里走了 带着芬妮来到拳击赛场 芬妮就在车里 看着外面围着许多人 众人尖叫着呐喊着 中间两个吃着背的男人 正拼死搏斗着 芬妮看着远处走来的阿里 心中不由来有些感动 原来一个人可以如此热爱自己的职业 原来为了尊严 可以如此搏斗 阿里赢了比赛 自然挣到了更多的钱 为了向儿子表达歉意 阿里买了许多玩具 又拿出一部分钱交给姐姐 作为最近一段日子的伙食费 最后阿里去见了芬妮 芬妮也正在接触一些康复训练 因为阿里的关系 芬妮越来越开朗 两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相互依靠 鼓励着彼此不断向前走 芬妮安上了甲肢 笑容也渐渐回到了她的脸上 人生还有无数可能 无论如何请不要放弃希望 因为还有许多人经历着又大又难的事情 却仍旧努力地活着 芬妮渐渐爱上了壮硕的汉子阿里 那是灰暗生命中少有的光亮 两颗孤单的灵魂更加靠近 爱情也悄悄萌芽 阿里忙于拳击 而芬妮的面色也渐渐红润 这天芬妮拖着一双假腿来到海洋馆 人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永远不能丢掉梦想 一面大大的玻璃 那是她平时工作的地方 芬妮尝试着像往常一样挥动着手臂 她所训练的虎精正拼命向她游来 他们之间还是那般默契 芬妮的整个状态都被挑起 心中充满了热情 同事们都为她的变化感到高兴 芬妮对生活又重拾了希望 她再次约了阿里 然而两人正在欢好之时 姐姐回来了 阿里急忙穿好衣服 介绍芬妮是自己的女友 芬妮也见到了山姆 那个经常专在狗窝里的小男孩 然而阿里最近的比赛总是下风 有时被对方打掉牙齿 有时又被打得鼻青脸肿 这种比赛没有规则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每一次的出场都是一场生死 这一次阿里再次占了下风 被人打得奄奄一息 这时芬妮从车里出来 阿里看到那双假腿 心中感慨万千 顿时涌出一股无穷的力量 最终反败为胜 芬妮不再介意自己没有双腿 只是偶尔在看到别人那双 美丽又健康的双腿时 仍不免有些触景生情 在看着阿里带着漂亮的女孩走进舞池 她的心里也会忍不住泛起一阵酸楚 然而隔天两人还是吵架了 因为阿里昨晚和别的女孩过夜 或许在阿里的心中 从没有将芬妮当作女友看待 芬妮还是有些难过 或许当不成猎人 她仍旧不愿意失去阿里这个朋友 接着 伯利因为组织打黑拳被抓 阿里一时没有了代理人 于是伯利亲自去请芬妮 因为芬妮是阿里最信任的朋友 芬妮没有拒绝 去买了车 虽然是一双甲只 却仍昂首挺胸 走在人群中 两人相处得十分默契 就像是多年的老友 而他们又像恋人 又像朋友那样在一起生活 可没想到阿里的姐姐被解雇了 只因监控拍下阿里在超市偷东西 姐弟俩因此反目 这个收银的工作是姐姐唯一的经济来源 姐夫甚至拿出一把枪 要将阿里赶走 阿里一直沉默 山姆却将阿里的一切看在眼里 阿里走了 将山姆留给了姐姐 而她离去的背影 却如树落在山姆的眼中 就这样 山姆再次被父亲抛弃 成了寄居在姑姑家的可怜小孩 她没有哭 因为她已经经历过一次 阿里离开了姐姐家 到了另一个地方训练 一切趋于稳定后 姐夫带着山姆来看望阿里 虽然当时有些不和 倒也无可厚非 血浓与水的关系 总能遮挡当时一切的不悦 姐姐和姐夫对山姆很好 那个自闭的孩子变得越发开朗 山姆见到了父亲 两人穿梭在白雪矮矮的山间 拿着一块小木板 打算到结冰的湖面上溜冰 阿里似乎稳重了不少 对山姆多了许多关心和耐心 她也是第一次做父亲 没有人生来就完美 父亲俩在冰面上嘻嘻玩闹 好不尽兴 然而阿里就上个厕所的功夫 山姆不见了 木板旁边只是多了一个冰冻 阿里脑袋嗡嗡的 拼命朝着冰冻跑去 她在冰面上寻找山姆的身影 终于一抹橙色的身影浮在湖里 而两人中间却隔着厚厚的冰面 阿里拼命用拳头捶着冰面 那是她最引以为傲的拳头 更是她靠着吃饭的拳头 她拼命呼喊 拼命用拳头砸向冰面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场面 鲜血浸染了雪白的湖面 终于一个拳头打通冰面 山姆虽被抱了上来 却昏迷不醒 天已经黑了下来 阿里抱着山姆拼命往山下赶路 山姆被送进医院 生命垂危 阿里的心就如同一根根针 扎在自己的心里 那般煎熬 那般痛苦 当她想要当一个好父亲的时候 因为她的粗心却再次给山姆带来巨大的伤害 阿里苦苦守护着山姆 山姆却一直没有醒来 然而此时 阿里接到了芬妮的电话 她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又像个无助的弱者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锋芒 她需要芬妮 就像当时断腿的芬妮需要阿里那样 如今的阿里同样格外需要芬妮 倾听她的心中的苦闷 自此之后 阿里对爱的理解似乎变了 从刚开始并没有对芬妮动真心 只是一种对残疾人的怜悯 然而如今 阿里满脑子都是芬妮 她知道自己深深地爱上了芬妮 而芬妮也适应了中有甲值的生活 她渐渐变得乐观 芬妮和阿里这对相互鼓励的人 终于走在一起 山姆也从昏迷中醒来 她得到了更多的爱 同时也多了一位母亲 组成一个一家三口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 两个残疾人的成长史中 一个失去了双腿 一个失去了比赛资格 然而灰暗的人生中 是另一个人的介入 让彼此灰暗的世界 再次出现色彩 一个不幸的人 遇到另一个不幸的人 可能是人生中不幸的万幸 象征着那些被腐蚀的生活 代表着坚强生存下去的意志 阿里的成长十分明显 一个从失魂落魄的失败者 从开始进入工作 接受平凡 她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 但她一定是一个 具有可塑性的男人 她的成长有目共睹 从被情绪左右 不堪失败 到承担责任 到成为一名好父亲 是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 阿里并不懂得如何去爱 从离开的前妻 到尽管有了芬妮 阿里仍旧会被漂亮的女孩吸引 最终 她明白了爱的真意 终于说出那句 我爱你 那是阿里确定自己想要的未来 对生活充满热爱的样子 他们相互救赎 他们也完成了自我救赎 虽然生活水深火热 但只要热爱 一定能感知到生命的魅力